今次要和大家说的就已经摆在眼前了 就是这部Luxman D07X 是它最新的数码播放器 亦是它近年最新推出的数码播放器 三件的第三件 不过近年这两个字其实我都不想用 因为先头那两部就是旗舰D10X 和D03X是在2020年推出的 而这部D07X就是刚刚推出的 其实是这样说 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因为生产 因为物流各方面 大家都知道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令到那个生产程序可能有点影响 不过其实我有多少少人之心 我是觉得就是特意它在2020年 先推出那部旗舰 接着就推出它发烧入门版的 03旗舰10X和03X 出了这两部 一部是旗舰一部是发烧入门的 等消费者看着自己的消费 看着自己的要求去选择 其实相差很远的 其实真的不用选择 你只能选择一部 给得起钱的便买一部旗舰 给不起钱的 好老实 给不起钱便买一部03 那部07出了 之后我就发觉 其实是一个影响来的 如果同步出的话 同步出的话 可能会令到 本来想着买D10X那些人 就在07X 这部最新的07X之间会猶疑 一猶疑之下 可能影响了生意 所以才出了价差这么远的 两部机就是旗舰和发烧入门 到现在才出这一部 因为要买03X的 和要买10X的便已经买了 现在才出这部 唯有可以吸纳另一班消费层的人 我觉得很聪明 你好 好陈台穿 今次的主角 刚才在intro那里已经带出了 就是Luxman最新的 中价位的数码播放器 D07X 收到这部机后 打开一底一面 因为它的内脏 不是打开盖子 就看完 是要上下层 一打开看完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哇 六七万定价机 你用不用这么多料 和这么重的结构 很现实那样 就是这个D07X 它的价钱 就是旗舰D10X的便宜了四成 但是它的质素 或者它出到来的效果 我就觉得 咦 不止六成 我觉得真的有七八成 所以 觉得 这件事是很抵抗 而又有些调诡 就是如果一起出的话 相信 很多人可能省少少 去买的D07X 那D10X的生意 可能便会少了 这也是我小人之心 我这样说 大家听了便算 不过 一个事实 就是它用了它的内脏 它的结构 基本上 就是一部旗舰D10X的精华版 不断强调D07X是旗舰D10X的精华版 真的说出来 就可能大家觉得 你卖弱吗 但是有根有据 因为 就算你看外表 看它的面板 你都见到 是有D10X那种 立体切割的影子 即不是一块 就是平平直直的面板 是有斜边收进去 而它的面板 两块側板和顶板 都是后铝 虽然未去到D10X旗舰的级数 但是和D03X一比 入门发烧一比 你就知道 咦? 两级的事实 应该这么说 是接近D10X的级数 即是接近旗舰的级数 至于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我会形容 那个叫大佬 就是用了日本 ROHM Conducto Company Limited 出品的MUSIC BD34301EKV 这一粒晶片 这一粒晶片有什么厉害呢? 它在2020年出品时 完全完全承择了它的用料 就是这两粒32bit Delta Sigma的晶片 迅速比可以高到130dB的一个转换器 也承择了旗舰 就是它的架构 D03X是没有的 今次的D07X有 SACD、CD、MQACD 全部都能唱得之外 它的USB输入是可以支援 去到DSD512 如果是MQA的 去到24bit 另外 PCM去到32bit 786kHz 如果是同转和光纤方面 它也可以接受高至24192的PCM和MQA 厂方会建议 如果你用电脑播放 或者用其他平板也好 你可以安装原厂的Luxman Audio Player 的程式软件 可以协助你去播放 来自PC、Mac或者NAS 透过USB输入 差不多大部分音乐档 它都可以支援 除了刚才说到的 它的解码晶片 是完全跟D10X一样之外 它的解码布局 亦都承责了旗舰D10X 至于实信 亦都跟着用 它自行设计的LXDTM 最新改良版 LXDTMI Luxman Original Disk Transport Mechanism Improved 它最主要的强化 就是整份组件 会有一个很坚固的内側版 内側版 亦都跟整个机壳有一个很巩固的结构 基本上 拆开里面 看到它跟旗舰一模一样 整个架构 当然用料方面 它就会有些地方 未够旗舰那么强 这个当然 另外 实信 那么强之余 究竟 模擬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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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承责了旗舰的整个架构 D07X 设计高质量的缓充电路 可以大大降低输出信号的阻抗 提高它的驱动力 另外 数码磊波的工作 D07X 也不简单 它不是用低通磊波形式的执行 而是缓充级进行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令到它能输出一个自然流畅的模擬波形 和获取更高清晰度 又反应更快的声音 至于它的供电部分 要比较的就是 与它同级的上一款型号 就是D06U 相比 D06U 已经退役了 一比较之后 它的电源变压器容量 就增加了50% 以及每个电脑用了大量的磊波电容 以及独立的稳压 另外 亦有一个发烧的要求 就是它的输出端子 就说两个RCA模擬输出 它特意安排到 两个一左一右的RCA输出 中间有32mm的距离 为何要强调这件事呢? 因为是发烧的产品 所以它预计大家 可能会插一些插条线 所谓大轮夹粗的 如果你的RCA插的距离不够 互相顶住 就算没有分别 但是心里面 你都觉得一定不漂亮 所以它就做到两个RCA插 有一个适当的距离 真的任何夹粗的线 你插进去都没问题 平衡输出 它用了最值得发烧有信赖的NUTRIC 最新的屏蔽式XLR的输出端子 还要提一提 每一次都要提 因为这一部是日本机 日本机 很多时 平衡输出的正负上 跟美国机或欧洲机不同 它是1.2负3负 其他欧美机很大部分 就是1.2负3负 但是D07X很简单 如果有这个问题 你按一按D07X上面的上位切换键 就可以修正上位差 就不需要记得喇叭线 红黑转转正负转转 按一按按键就完成 不过最重要是 你用平衡输出的时候 要搞清楚 究竟受信一方 和这一部Luxman 是否同一个上位 当然你用Luxman的机器就没问题了 不断强调 就是这个D07X 就是这个旗舰D10X的精华版 但是很现实 去看价钱 有一次 我觉得这个Luxman 很会触触玩家的心 和很明白消费间距 应该如何定价 旗舰卖12万多 定价 接着这个中级的 就是今次的主角D07X 就卖76,000多 至于入门的D03X 就是29,000多 好像很清晰地区分了 新一代的数码播放器 那个定位 但是呢 声音方面 就是三部机 我都听完了 老实说一句 D07X 是大幅抛离了 这个发烧入门的D03X 但是也这么说 其实它是很靠近 这个旗舰D10X 所以我也说 如果它是一起出的 我会觉得 挺影响它的生意 那三部机的价钱 定价都说出来了 至于实际的声音分别 就是三部机 我都试过了 先试就是D03X 接着就是D10X 当然 D03X 就是在小房间 小空间 百多尺的地方 是适用的 但是如果 你把它搬到一间 几百尺的大房间 那当然 不要了 而D10X 就放在四百多尺的大房间 完全没有问题 D03X D03X 在适当的空间 我会形容的声音是 入耳 悦耳 清新祸喜 容易讨人欢喜的 音乐化声音 旗舰 它的高水准音乐表现 音效表现 加上它强大的播放功能 简单说 我认为是 10万元级播放器群中的 连环杀手 Serial Killer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它的价钱 它给到出来的东西 很多其他牌子 如果卖它这样的价钱 甚至更贵的 都可能被它砌低 所以 我会说它是一个连环杀手 而市场的反应 亦都告诉我 很多人都觉得 它是很划算的 旗舰竟然很划算 真是挺有趣的 这个说法 至于D07X D07X的消费是旗舰 D10X的六成 但是声音上 我就觉得 它真的有七八成 所以 如果你的消费射程 如果你的消费射程 没有办法 去到D10X 又花了六七万元 而你又对声音 是不是静怒 音乐感染力 够不够高 是有要求的呢 而到现在 你都没有着落的话 D07X 就是真的值得你等了这么久的东西 实际上我试音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怎样呢 就是譬如播放这个 我真的听完又听完 在不同系统 不同模式的软件上 都试过的一个录音 就是Isabel Flout 的Jazz Park 里面的Petitus 那一支小提琴 做到声音器团 就是一个大hifi房 在两支801之间 就是谐波空气很透明 之外 就散发那种 实在有自在 音色静怒演绎 有灵气的感觉 那你问我 如果同一首歌 在D10X 上 哪个比较呢 我说 只是小提琴核心的能量密度上 D07X 是明显和旗舰有距离的 不过 差了几万元 正适合 如果是一、两把人声 或者加一支木吉他 这么简单的录音 就像我播放 2V1G 第三次心动里面的 简外 或者用心良苦 我认为 D07X 那份动人的情绪 和血肉感的营造能力 绝不亚于旗舰D10X 又或者这么说 如果你的聆听空间 在200呎或以下 能量密度的差距 将会是因为你音压需求的下降 就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 D07X 就变得超值 再来有经典录音 已故的Barafonte 他的经典录音 Barafonte 刚刚过身 刚刚得巧 我已经在过身之前 也有拿这个碟来试音 就是这个Barafonte at Carnegie Hall 我特意比较了两个SACD的版本 有欧洲版和日本的Stereo Sound版本 透过D07X的重播 我清楚区分到欧洲版的声音 就是比较后乱又肉 场面的热闹感觉 更加突出 而这个SACD Wheel Sound版 相对冷静分析 较强调场面的玲珑浮突感觉 我觉得各有听头之余 同样可以表现出经典录音的强烈的临场感 至于MQA的播放能力 我听了一个MQA192的音乐党 就是Martha Argristain的《Sailborn》 我会形容有人性的高清重播 仔细又立体的触见 彰显了D07X微动态之佳 和底下琴声响起 我已经听到Argrist迷人的野性感觉 强放式的演绎情绪 吸引牵动心神 可以感受到Argrist的深火之余 亦都可以了解到 如果以D10X重播 就会多一点点的霸气 当然如果你要追求这一点点的霸气 就要给多4-5万元去买D10X 大家看看自己消费的射程 以及使用空间的大小去衡量 还有一张SACD 我试过的就是Michael Tilson Thomas 指挥San Francisco Symphony 演奏的Mala Symphony No.5 在第一乐章的引子中 很细腻又有光辉感觉的小号 响道慢慢地提升之下 引人入胜的效果 D07X是称职地交代了这件事 继而在强音合奏的场面 慢慢膨胀 收缩又再膨胀的感觉 而来得很流畅细致 场面中刺起彼洛的动感和张力都齐齐了 就算在满圆大合奏之下 场面都完全是实在 不会有松散的感觉 音乐和不同的乐器 一层层一浸浸 慢慢养出来的效果也很全神 在我工作上 其实那些是工作以外 经常有发烧人会问 买什么最好 买什么最划 怎样玩是最好 这些空泛的话题 其实真是回答不了 所以有人问这些东西 我就要花点时间 花点口水 慢慢来清楚究竟 它的方向 或者它的想法 甚至它花多少都要花一轮口水 才问得清清楚楚 没办法 那谁叫我做这一行 我真是比较熟一点 今次不宜这么说 我聚焦一点就是说 D07X究竟值不值得买 聚焦了 不要再说究竟哪个最划买 这个字很难去define 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花得起买这个D10X 即是旗舰的话 你一定去买它 欠了几万元 你不买它的话 我觉得你是必定会后悔 跟着又要卖了一部D07X 再虧了一点 再加几万上去买的旗舰 不要玩了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消费射程范围之外 D07X是绝对能够和其他同级的对手比较 甚至它的月级挑战 亦都这么说 跟D10X旗舰一样 是有月级挑战的能力 它的声音、静怒、音乐感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投诉的 给这个价钱 只要你的空间不是四百多尺 像我们这里那样大 你说是百多二百尺 D07X其实是很够用的 总之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的消费是这个价位的 D07X你必须要去听听它 试一试它 还有都要想想 它这么多全面的播放功能 究竟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其他 或者有多少选择给到你呢? 播得到之余 这么多不同制式的光碟 或者音乐模式都播得到的话 声音又行不行呢? 大家想清楚吧! 感谢观看 蛋白 Ham 做 水 estiver 是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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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